哈喽大家好 继续上次短暂的台北之旅以后 我们就搭着高铁去到了台中 找到我们在台中的酒店了 我们就先在酒店休息 因为当天刚好是名侦探柯南黑铁的鱼影 在台湾上映的日子 所以我们晚上就决定去看了这部电影 个人觉得这次的剧场版跟以往的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看完电影后其实都已经满意的了啦 所以很多电影都已经打烊了 我们就去附近的全家买了一些东西 来当晚餐和宵夜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 一碗应该是叫做麻油鸡汤面线的一个泡面吧 那个还蛮好吃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本来其实是要搭8点的巴士 去到阿里山 可是不懂是不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太晚睡 那种想了几百次我们都睡不醒哦 所以最后只搭到了11点多巴士 其实我们两个算是蛮随性的人啦 所以我们这次的旅途没有plan到很详细 很精密这样子 像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我们在干嘛这样子 就像我们这个上阿里山的巴士票 我们也是前一天才在KELO上面买的 我们本来是有打算预定那些包车服务的 可是因为太迟了 所以那些包车都不能够预定了 不过更好笑的是 我们那时候搭巴士搭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去来阿里山干嘛哦 我们又没有在那边过夜要看日出哦 那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 走马看看 什么 上到了阿里山后那边的风景还不错 然后那个空气很冷 像在冷气房里面那样 中文字幕提供 老师家我们在这边看到比较多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uncle auntie 他们都在这边一起运动啊爬山这样 接下来那一天我们就有去到老英格兰专园清净农产小瑞士花园还有其他附近的地方 这一天我们就有租车租车是方便很多 我们也从司机大哥增上学到很多关于当地的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意标准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边站在标准中 上月7月10专标准中 上月20专标准中 双人的接力赛 来看一只西红辣色调整一下 互发接下来到马蒂的后座 会不会带来什么招式 准备哪一个牌子 去调整一下 好吃吗 那个 叶花蕾豆 感觉跟那个 那个饮的味道是一样的 没有味道的意思吗 接下来 接下来 奶奶 半只 留着 沙发 沙发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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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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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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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慢慢行走 哦对有一个小插曲 那时候我们飞到KLAirport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Largar 需要没有跟着我们飞回来 等了不懂多久过后 机场人员跟我们说 是因为桃园机场的传输带坏掉 所以我们的Largar就没有 进到那个飞机里面了 那边的机场发现有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的Largar就从 下一班的飞机带回来了